这些年经常被问到永康街夜市 说实话我记忆中 它是一个很多居民住宅的地方 但是它因为有芒果冰而闻名 所以我们先吃一碗面 再去吃冰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位台湾朋友 他跟我说他以前的店 就开在永康街这里 他跟芒果店的老板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也分享了芒果店的传说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大家听听看而已 就是说当初老板生意真的是很差 于是他已经决定要停业了 然后就把剩下来的芒果切一切 再加一些炼乳 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吃了起来 却没有想到路过的人看到以后 就说要来一碗跟他一样的冰 天哪 是满满的芒果 因为他把剩下来的都切上去了 所以那个人吃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棒 于是把他分享出去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来他店里光顾 因此他的店就没有收掉 就会有了现在的永康街芒果冰店了 这一家冰店很多都是外地来的 还有一些是外国人 我旁边就是坐着韩国的靓女 还有后面的一些老外朋友们 很不错 在这里还可以交易一下 那旁边的这台湾人呢 他们是来自于外地 因为呢 彭氏上来出差 所以他们特地带他来这里呢 享用一下 他们也分享了他们今天去逛街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当然啊 像有这样的同事啊 应该都很开心哦 下班以后都已经八九点了 还这里哦 还在这里舍命陪君子哦 一起逛街 一起吃吃喝喝 这样的招待谁不喜欢啊 这样的同事呢 多来几打 你们觉得呢 偷偷看一下 旁边就是来自于韩国的小女生了 这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同事他们啦 然后站在他们后面的呢 就是有几位来自外国的小帅哥 当然啦 在这个时候呢 要看的不是他们在那边对眼啊 而是要看对面的这边 很特别哦 都九点多十点了 这里竟然还排队 近一点看 再近一点看 是卖什么的呢 怎么在排队呢 原来是卖葱油饼的 有没有想要吃的啊 这么晚竟然还在排队 可见他应该非常的不错吃哦 太晚了也吃太饱了 所以真的吃不下 找了第二天的黄昏特地过来拍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因永康街而变胖 哈哈 你们有没有因为永康街而变胖呢 看一下 昨天说的那个排队的人龙 就在这里 看到了吗 长长的人龙 我也排了一下 我没有想到我排在这么的后面 耶 看一下 是有多好吃啊 看看他们的制作过程哦 真的蛮熟练的哦 而且呢 就很简单 然后就问 要原味啊 还是要火腿啊 要什么起司啊 就这样子问一问而已哦 几个样户 样式 可是他生意非常的好 看到了吗 不知道是哪里吸引人 我当然一定要排队 买回家吃吃看 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吃 吃了九层塔蛋的那个葱油饼之后啊 觉得啊 味道真的还不错 因为他有加九层塔 所以香香的 那我觉得呢 应该要趁热吃啦 如果你要带回家吃呢 一定要用烤箱再烤过 才会有那种素脆的感觉 不然的话就会有一点软软的 那可能就失去了他原有的风味 苏山美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